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 老屋的厨房是一个拥有一半开放层板 一半橱柜的开放式厨房 加上平面空间比较小 所以相对收纳的空间不多 但是刚开始看房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因为厨房平面的设计让我们大喜 因为这很符合我们想要的精简生活形态 还有这厨房也完成了我们心目中对差吉封厨房的想象 但是开放式层板的开放式厨房 乍听是不是有点像第一次听到开放式的关系一样 充满新奇竞技还有一点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正因为开放式层板不好收纳 还在犹豫要不要选用的朋友 这一集就是分享我们这一路 叠叠撞撞整理出的六大收纳的方式 还有三条收纳最高指导原则 一般这个老屋先整顿的就是厨房 但是到今年十月底就一年了 生活了一年之后 感觉有一些物件的摆放 我没有那么顺手或者是物件不合我演员 必须颁风一下 还有柜里的杂乱也开始时候面对了 但在整理面对之前 先要把我面对的收纳关卡分成六类 第一类柴米油盐酱醋茶 第二类锅碗瓢盆保鲜盒 第三类清洁用品 第四类冰箱里的收纳 第五类电器擦手机餐电或其他 第六晚盘杯子 以上是按照A的收纳难度体验排名 哈喽欢迎光临MOTHER B的百年老屋 我是A 如果是第一次来参观的朋友 我们是分享居家改造 生活风格 手作DIY的频道 按惯例要先克服 最不想要面对的第一名就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类的魔王关卡 这类的细分我还有分咖啡 零食 酱料包 面条 干燥食品 中药 还有保健品的收纳 我做了一下研究 发现很多高手都在教如何厨房收纳 但是比较少提到保健品 所以这边呢 我只好自己另寻出路 加上我们毛还有请 从物营养师为他调配 每天应该要摄取的营养 所以我还要帮他的保健品找一个家 有时候买菜看到新的产品 就会想要试一试 但是可能吃过一次就发现踩雷 但又舍不得丢 只能把它留放边疆 压到箱底 眼不见为尽 安慰自己也许有一天会再吃 但总是放着放着就过期了 现在有气氛了解自己的我呢 深刻体会到 不合口味的东西 除非我能找到料理天才小厨师 当然基本无解 这种东西通常都会一年以上 或者是更久 因为舍不得丢 到最后过期还是会丢几 这些连锁效应 除了心痛还伴随着自责 看来我自己的精简生活模式 还需要锻炼 除了比较是魔鬼之外 浪费也是 多年被收纳打得鼻青脸肿的我 解类教训就是收纳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要好拿好收好看 不要那么外貌协会跟我一样 米类或者是需要干燥保存的食品 我就会再买回来之后 马上对它们进行木乃衣干燥处理 帮它们找个家 这类的玻璃容器或者是真空罐 是需要投资的 因为它们比较容易受潮 原本包装里如果有附干燥剂 我就会顺便放进去 没有的话呢 可以在Amazon买干燥剂 前屋主设计的是做菜的旁边 有个放酱料门的命运旋转盘 还有一个藏在楼梯底下的 哈利波特小房间调料储物柜 大致上我就会分为做菜常用与不常用 常用的就放在命运旋转盘 不常用的呢 就把它收藏在哈利波特储物柜 因为我不会常开家里的柜子 邀请隔壁的Karen 或春口的酱雷欣赏我橱柜里的摆设 里面必须都是统一色系的收纳罐 那是很美观又很疗愈 我完全同意 但是目前空间超能力与精力三个 主要条件都有限的情况下 我不想额外花时间 或者是预算在过多的瓶瓶罐罐上 所以只要摆放整齐 让它们堂堂正正的站立在它的岗位上 就可以让我很舒醒 如果有些好用的玻璃罐用完之后 本着身为冰棒妈妈持家的本能 我还会洗干净再继续使用 既环保又省钱 让我很有安全感 这类收纳的原则就是收纳的干净整齐好拿 又可以在我巡视后备除凉的时候好看 只要让我动动手指头轻松的翻看 就可以知道什么货药补什么不用就很完美 对了说到这里 别忘了动用你可爱的小手刷 帮我们点个喜欢 刚刚前面提到冰棒还有冰棒妈妈们 所需要的维生素 每天为了要好拿 记得吃 拿在哈利波特的储物柜 对于美食 我们是有一定的热情与追求 但对于煮他们的器具 好像顺时就冷感了 他们的盖子就是不需要的时候觉得烦 总是无处安放 但需要的时候总是感谢自己没有回收 让他们找不到最契合自己的另一半 要感谢身边拥有的一切 也是一种刹鸡风的精神 要善待能为我们做出美食的任何物件 你不要感谢吗 今年我得到月亮的允许 拨款买了收纳炒菜锅的收纳架 它可以调节你想要的高度 可以直放也可以横板 很不错 不过所装的时候要小心 它很容易夹到手边肉 因为不想要过度堆叠 但是空间实在有限 所以我最懒又最方便的方式 大概就是堆叠的程度 搬动一到两次内 我都是可以忍耐的 超过两次我对自己的聊着 我会开始疏远那些让我感到不变的物品 洗手台下方也是我不太愿意面对的阴暗角落 但因为水管在旁边 老房的水管我们要小心以对 要保护水管又要收纳 无疑的是为了收纳大大的增加难度 这次也像月亮勤款 量了尺寸之后 在Amazon买了一个两层式的收纳抽屉架 碰到水管的情况下扩大收纳的空间 也是依照收纳的最高指导原则 好看好收好拿 不过度堆叠 不过如果你喜欢玩叠叠乐 挑战自己平衡物品间的极限 可以忽视这个原则 冰箱的收纳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买菜之前double check 不要过度的囤货 如果是去Costco 除了不要乱配货之外 买回来大量的肉类 可以先用真空机进行分装处理 才不会吃的速度比不上它过期的速度 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气味 可以放在厨房清洁里有提到的chili mama 来保持冰箱散发清新的蔬果香 我用过的柠檬也不错 电器类的摆放也是困扰我许久的收纳重点 某些电器就是不合演员 但是又不能没有它们 加上我们喜欢尽量维持台面的空旷 能收到抽屉柜子的就不摆出来 所以这里我也分为常用与不常用的家电 常用的家电我们咖啡机 微波炉 热水器 气炸锅 还有大同电锅 咖啡机还有咖啡机周边 他们的家族比较庞大 又每天辛苦的为我们服务 是我精神的支撑 所以它们完全值得拥有一个完整的角落 它下面的抽屉是放做咖啡的小工具 还有茶类的用具 开瓶器等等 最下面的大的储物柜 就放咖啡豆啦 还有茶类 像微波炉这种比较笨重 又藏不起来的家电呢 就只好把它放在一个角落 上面尽量不要再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让它的外贸焦虑 雪上加爽 大同电锅常用的时候可以放在台柜上 不用的时候我就会把它 跟保温瓶还有花瓶放到冰箱上 热水器还有绿水器也是藏不起来的 每天都需要用它 但又比较不投我演员 因为要尽量维持台面的空旷 看了看厨房旁边的餐厅群 也许可以利用扫地机器人上的小角落 放一个小柜子 但小柜子的尺寸呢 不能超过那面墙 又不可以占用太多行动的空间 逛了一圈 好像没有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 我只好看了看旁边的具 看来可以动用它小木工功能 终于我的厨房台面可以尽量保持空旷 不常用的打蛋器 火汁机 真空机 输肥机 电吸式瓦斯炉 都可以收到柜子里好拿好收的地方 我们不玩叠叠乐 其他杂物也是以不堆叠 或者有一点不美观 可是好看的方式 一目了然的收放在抽屉里 碗盘杯子 因为是开放式的成板 这个时候就要稍微变通一下 除了好收好拿 还要好看 这边好看就是除了上述的好看之外 还要能让我赏心悦目 这件事真的是各花入各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体系 但是依照希腊数学家的发现 又被文艺时期 达文西所发扬的 黄金比例 认为任何美与和谐的事物 都难脱离那1.618 跟A或者是G 一样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你 不要担心 艺术生没有要讨论艰难的无理数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其实美是有数字原则的 居家软庄里 想要摆放展示物件的时候 尽量摆放3的倍数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被数字捆绑 可以按照颜色 或者是高矮胖瘦来分类 厨房收纳不是大魔王 真正会把你收纳拽入 杂乱漩窝里的 其实就是你家里那一位 任性又健忘 也有懒癌的室友 好了 我最爱的圣诞节快要到了 想要看有点洁癖又懒癌默期的患者 如何用天然的方式 清洁厨房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右上角 想要看叉吉峰圣诞布置 为家里的氛围感拉满 不想与我们擦顺耳过的朋友 可以顺便点一下 订阅开启小铃铛 还有按个喜欢 鼓励我们一下 有话想要跟我们说的 别忘了留个烟 搭起我们之间的桥梁 我们下周见 拜拜